在韩国活动的爱豆团体 通常都会涉及自己团队问候时的标志性动作 今日 Starship娱乐推出的新人女团F 因为高颜值团圆 而且有限定女团S1出身的张元英和安佑珍加入 因此再出道就备受关注 不过有网友在观看漂亮姐姐的同时 崔发现F的问候首饰和前辈女团FGLOW十分相似 而且网友还提出 从物线概念上来看 两个女团本就相似 都是六人女团 还有同一天发歌 12月1日F出道 Everglow已在12月1日回归 不得不让人怀疑 这是公司故意所为 随后事件不断发酵 引来了更多网友的批评 这已经不是相似的程度了 是一样的吧 如果Everglow知道了 肯定会上心的 连问候方式都能抄袭 真的很可笑 说实话 如果我是Everglow的粉丝 就要开骂了 已经到了应该要发布道歉声明的程度了 看起来几乎是完全一样的吧 对此 F所属社Starship娱乐发表声明 此前并未意识到 F得问候首饰 是与其他团队的相似性 之后会进行修改 阵线的为此时道歉 今后会更加小心谨慎 不再发生类似的事情 对此 你怎么看呢 欢迎留言 二斗韩日社 每日解说最新韩语 欢迎点赞和订阅哦